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 虫牙里边真的有虫子吗 虫牙也叫蛀牙 是指牙齿上长了个洞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几颗磨牙上面都有大小不一的洞 那么虫牙是否真的是牙齿里边长了虫子呢 实际上虫牙或蛀牙的学名叫蛆齿 而蛆齿是一种细菌性疾病 因此它可以激发牙髓炎和根肩周炎 甚至能引起牙草骨和颌骨 颜症 蛆齿如不及时治疗 病变继续发展 形成曲动 最终致牙罐完全破坏消失 总之 如果发现蛆齿必须及时治疗 未经治疗的蛆齿 不会自行愈合 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牙齿丧失 蛆齿的特点是发病率高分布广 是口腔主要的常见病 也是人类最普遍的疾病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与癌肿和心血管疾病并列为人类三大重点防治疾病 取齿形成的第一步 是先形成牙菌斑 牙菌斑是机制包裹的相互粘腑或粘腑于牙面 牙尖或修复体表面的软而未矿化的细菌性群体 为不能被水冲或洗漱掉的一种细菌性生物膜 牙菌斑主要对牙齿和牙银构成危害 也就是口腔最常见的两种疾病 曲病和牙周病 牙菌斑可根据其发生部位 分为银上菌斑和银下菌斑 银上菌斑即出现在齿吟以上部位的牙齿表面的菌斑 其结果是造成曲齿 而银下菌斑是生长在牙银以下的菌斑 与牙周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头中箭头所指的几个菌斑均为银上菌斑 银上菌斑中格兰式阳性菌为优势菌 包括血炼球菌、变异炼球菌、缓症炼球菌、唾液炼球菌和乳感菌等 曲病是由各种产酸菌 如变异炼球菌与生物膜中其他成员相互作用的结果 临床上可见曲齿有色、形、质的变化 而以质变为主 色形变化是质变的结果 随着病程的发展 病变由牙幼制进入牙本制 组织不断被破坏、崩解而形成取动 曲齿发生的过程 图A、牙齿表面形成一些小的牙菌斑 图B、牙菌斑继续扩大、形成取动 而图C、取动进一步扩大、加深、破坏牙本质 取齿的预防 一、早晚刷牙 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 二、减少酸性刺激食物 临睡前不吃零食 三、少吃糖分高的食物 如糖、巧克力、饼干等 四、不可吃太多的过于坚硬的食物 以免磨损牙齿 五、常参加体育锻炼 定期检查口腔 一般12岁以上的人应每年检查一次 六、平时的饮食应多摄入负寒、钙、无肌炎等营养食物 尽可能使用高纤维粗糙食物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